而由市议员审发会协助争取的细致水帘山庄跳蛙公车 今天正式首航 现场来的大批社区居民抢搭首航班车 地方表示水帘山庄的居民要到市区相当的不方便 现在有了跳蛙公车 以后大家往返就会方便很多 11月1号是水帘山庄的跳蛙公车正式上路的日子 可以看到公车才刚到就有一批民众等着抢搭首航班 议员审发会胡处主任张景豪表示 水帘这边比较靠山边 居民往来市区或是医院不方便 因此议员审发会 以及他就积极争取跳蛙公车 加会社区居民 水帘这边有一些需求要往汐止行政中心 包括国泰医院跟汐止火车站 那我们经过几次的协调会 那今天终于通车了 那很高兴今天的首航已经客满 本来还担心说会不会第一班搭 不晓得的状况下会没有什么人搭 那很高兴就水帘这边的民众 有这个需求 然后第一首航 我们的11月1号10点首航 大家都很热情的过来这边搭车 还带民众在公车开门后就陆续上车 而张景豪也依依向民众握手致意 搭车民众表示以前都要到三角下 才有车子可以搭 不然就是要用新马仕来转车 现在有了跳蛙公车 直接在社区外等车就可以直达 方便很多 委员里长也表示水帘山庄人口众多 大众运输真的很重要 很感谢议员局服务团队 愿意帮忙地方争取 让水帘民众可以更便利 有很方便 对对对 因为可以到我们很多要去的地方 真的很好 我之前都要在三下转车 对 很方便 会会会 今天的跳蛙车公车 第一次首航其实在水帘山庄来讲是非常很重要的一个大消息 我想今天的第一次首航是一个开始 我们也继续在争取 我希望能够给我们住户一个在行的方便 能够给他们给大家一个更大的一个方便 我也很感谢我们中兴巴士 也很感谢我们张锦豪主任 在大力协助的之下 能够促成今天的第一次首航 那我们现在十点 接下来下一班是十二点 两点 四点 两个小时一班 那未来我们会再增加八点的上班的班次 未来如果我们民众越来越多 我们会再密集的加开我们的班次 这个也是希望说水帘的民众多多搭乘 不止水帘 社后还有我们沿路 经过伯爵 张树这一带的民众 他们都可以一起来搭乘我们的跳蛙公车 博助主任张锦豪表示 水帘山庄站的跳蛙公车 是从今天开始早上十点钟 十二点 两点 等每两个小时就会有一班车 未来也会继续争取更多的时段 更多的班次 让民众交通通勤更方便 加风箱 谢谢他们到